政治焦点来关心重整蓝军 韩朱佩真的有谱吗 国民党近期陷入了整合困境 立委江启臣在脸书po文 他期盼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能够接下副手和韩国瑜一起拼大选 不只网友按赞响应 包括了台中市长卢秀燕 还有云林县长张立善也流言打气 甚至还有韩国瑜回应一起加油 而日前结束了访美行程的朱立伦 下午终于现身 对于副手传闻 他只简短的回应说 不要求任何位置 愿意做大选的助选员 好久不见的朱立伦终于现身 方美回台后 动向如何外界高度关注 立委江启臣先点鸳鸯谱 力推韩朱佩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团结的心 我们不要有求任何的位置 也不要谈任何的位置 今天国民党需要的是 大家能够放下个人 以大局为重 成功不必在我 但成功必须有朱立伦 愿意当最佳助选员 不过用什么角色 一切言之过早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立委 都有很多的焦虑 所以未来我一定 在2020这场大选当中 不但帮忙国民党 包含总统跟立委 那我们希望能够多给我们这些立委一些支持跟加油 那我会到各地来为我们这些需要我的帮忙的立委来帮忙 普选 就怕被误会消费朱立伦 江启臣也赶紧成情重点不是谁配谁 而是党内团结 内部要能够齐心 要能够团结 才有可能面对所有外部的这些变化 不过韩朱沛脸书po文 请大批网友按赞 就连台中市长卢秀燕 云林县长张立善 以及韩国瑜本人都留言一起加油 合作呼声高 这两个假设结合在一起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 当地大佬纷纷就位 对郭王深深患 就盼这场整合大戏能尽快圆满落幕 接综合报道